编一个吓人的小游戏 比如说有一个幽暗的森林 找一下幽暗的森林 幽暗森林有只小猫 这只小猫当鼠标一碰到它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只妖怪 那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猫的造型去掉 导入一个妖怪 这个妖怪 那么这个程序怎么编呢 我们当力气被当机的时候 那么这个不是它的外形 应该是造型一只小猫 然后呢 如果它碰到鼠标指针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妖怪 到外观里头 我们变成了这个妖怪 然后呢 否则就是表示没有 只能没有碰到这只小猫 那么就是造型一 就是猫的造型一 这样行不行呢 我们试一下 按了力气这只小猫 但没用 为什么没用呢 因为按了力气以后呢 这程序马上就执行好了 你来不及碰这只猫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以重复的去测试 但注意 重复的时候呢 不能把这个也重复进去 我们只是重复的去侦测 有没有碰到锁标指针 有碰到锁标指针的时候 变成一个妖怪 或妖怪 不然的呢 再变回小猫 好 接下来去我们试一下 你到猫身上 阿拉西亚利奇 你到猫身上 变成了一个巫婆 离开了它 又变成一只小猫 你到猫身上 又变成 这样就变来变去 这样呢 好像呢 是我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一到猫的胡须上面 胡须上面呢 当它变成巫婆的时候呢 它等于没有接触到巫婆 你看我的锁标指针 没有接触到巫婆 所以它又变回到猫 变回到猫以后呢 又碰到猫的胡须上 它又变成了巫婆 所以一闪一闪的 出现这一闪一闪 除了这样的 还有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不吓人 我呢 把这个造型呢 把这个造型呢 复制一份 然后边际把它放大一下 放大一下 好 这样呢 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当你到猫身上 按了力气 你到猫身上 应该改成造型2 你到猫身上猫变大 离开了猫变小 这有什么作用呢 比如说一个按钮呢 可以起到一个突出的作用 经常我们在网页什么地方 碰到这种现象 当然呢 还有其他的东西 大家可以自己再去想象 好 谢谢大家 让我来说